好我们先讲一下 简单的套版跟图文的功能 那在 这个就有点像那个PPT简报 那左边呢 可以直接套版 在这个设计的地方 假设我今天做这个简报 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你可以输入任何的关键字 甚至是颜色 感觉 比如说快乐 这边就是设计师对快乐的定义 所以这些 全部都是用快乐这种感觉做出来的版 那你就选一个 选一个你觉得这个封面看起来还不错的 你可以 点进 点一下就会出现内页 这是他 里面的内页 好那 请你 随便找一个你喜欢的版 假设这个好了 按套用12个页面 直接套用 套用完之后呢 在右手边 你的这边 工作区就会把12个页面都套进去 好 来还给各位 你不管用什么 用心情的关键字搜寻 用颜色的感 感觉 或者用你比如说教育类的 科技类的什么类 对你自己什么关键字都可以 他就会帮你找到类相关的设计的版面 直接套用就好 直接套用整个页面 整个那个版 这是我一般做这个流程 你就会发现 以后我的简报好像就会很有水准 因为那个都是设计师设计的版 没有 非常好设得很 熟 非常的熟 但是这个是国际上的 各设计师网站里面的 各种设计师做的作品 那所以他们的 他们是非常专业的设计师 所以不管是那个 风格的设计啊 还是颜色的设计都有很专业的感觉 所以请各位 选一个版 要去套 对对对 好继续喔 好那我们现在讲一下那个图跟 图跟字的简单的部分 简单功能 很快的带过一下 好我把画面 切换一下喔 好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全部的页面 所以你点那个网格检视 可以看到你的现在版的全部的 的内页 那所以当我们做简报的时候 比如说 我里面可能要介绍 那种各种概念 那假设这一页 我喜欢 我要把它拿来介绍我的概念 当做目录页 我把它拉过来 这跟那个PPT的移动是一样的 那假设这一页你要在这里又要用到 那我们就一样 这里可以直接 复制一页 就同样风格的一页再把它拿过去用 所以 像我们比如说有些 同一个系列的简报 它的风格应该要一样 那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式 四个重点 这里 这一项也有四个重点 我们就会用一样的东西 去做处理 点两下会 回到你要编辑的那一页 这里面 最常用的那个文字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它都是文字框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这里改 点两下 新的简报 我就随便取个名字了 然后它的文字框 它会有这个 这个角落是可以放大缩小 这个跟Word都一样 这个地方是可以做缩牌 缩牌 那个 字形在这边做选择 这一个字形 那它的字形非常多 网络上很多 所以你可以去找 那如果你有自己 买的字形 你可以在这里做上传 所以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 可爱的文字 文字字形很多 然后这里呢 上面 这个你们都会我就不讲了 这边有一个效果 通常我们如果说 要让这个字有立体的感觉 我会做外框 做外框然后把字变成 跟它文字的颜色是对比的 比如说 字白色 我框就变黑色 就让它粗一点 这样就会有比较明显的 跳出来的感觉 好那其他部分就 各位可以试一下 另外一件事 我们在移动这个框框 每一个都叫一个物件 那我们在移动这个框框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时候 它会出现这个数字 各位有看到吗 那个数字就是在量 上下左右对齐的距离 所以你在移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 如果我要把这个字放在中间 我先对齐 字中对齐 如果我要把字 放在简报的中间 有没有看到红色的那条线 中线跑出来 所以我移来移去就可以知道说 我这个 有没有对齐中线 我如果要放在中间间隔的话 这是不是 上下等距 有没有 他可以很容易做到这件事情 这个是不是跟那个道指 放在 开头同一个位置 这里有没有对齐 他是这样子移动 就可以看到这些字 距离还有那个线条 对齐的线条 所以他在做那个排版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 字的颜色在这边 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还给各位 所以他多了很多排版的一些选项 你就可以知道说你那个物件有没有对齐 距离 是不是 平均 他当然也有自动平均对齐的功能 那 我们就不讲 各位就自己摸 各位简单的试一下就好 我相信你们都会 因为 你只要会用电脑的人 这个都没问题 跟Word的那个 操作 都一模一样 所以文字的部分应该OK啦 没问题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图片 谢谢大家